新闻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企业参与制定国标是合理的吗 在食品安全备受关注的10月 海天卫业因网传酱油国内外双标的问题 被放进了风暴中心 在网友们刚刚得知了日本等国的添加剂 是不写在配料表的冷知识之后 又言论直指头部企业绑架国家标准 舆论这么混乱 咱还能不能好好地打酱油吗 为了弄清楚企业参与国标制定的行为 究竟合不合规 我研究了一下国标制定的流程和细节 大家好 我是他明君 今天跟大家讲讲国标是如何制定的 虽然国标的制定还是挺复杂的 但是可以大概总结成五个核心 立项 起草标准 技术评审 公开征求意见 政府审批 本质上就是发现问题 寻找解决办法 然后由专家 政府 公众等多重审核 而国标的起草阶段就是企业中毒参与的核心 也是舆论争论的重心 那网上关于企业既当运动员要当裁判员的质疑 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首先从程序上看 任何行业制定标准时 国家都会邀请企业参与起草标准 海天卫业参与行业标准起草并不是个个案 比如格力电器参与了制冷机压缩机国标标准制定 华为参与了首批数据中心夜冷系列行业标准 还参与制定了5G卫星国际标准 还有BRD等汽车企业参与了汽车的一系列标准制定 而企业起草标准也合亲合理 消费者只能看到产品的使用体验 专家只能评估生产的原理 以及材料的安全性 只有企业贯穿了整个链条 以及最现实的成本问题 不过这也成为了大家最担心的问题 万一由企业掺杂了自己的利益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就写在了国标的制定程序里了 上面我们说到国标制定的5个环节是 立项 起草标准 技术审查 公开征求意见和审批 但是加上主题我们会发现 立项是自上而下的发现指出企业的问题 起草是企业主要从成本 技术等角度出发 提出解决问题的草案 技术审查是专家用技术手段 落实企业在执行标准过程中的监管问题 公开征求意见是让机构 公众等群体来给企业行为纠错 而最后的审批则是国家在更宏观的角度权衡标准的制定是否恰当 所以这么一看 企业四面接底 大家都在给企业找查 甚至于企业都在给企业自己找查 龙头企业给中小企业找查 国标是行业的标准化 高效化 而龙头企业参与国标反而让其他小企业被动的产业升级 结果到头来大家都是竞争者 甚至倒逼龙头企业产业升级 如果这也算绑架的话 那也是绑架级的一步清流了 以至于为了增加龙头企业们制定国标乃至地方各级标准的积极性 各地政府对于一些重点标准的标准制定还会给予一定的补贴和奖励 比如北京市的标准化申请补贴 从团体标准到国标 补助金额从20万到100万不等 但这笔钱还不够激励那些龙头企业参加这个麻烦事 这又出现了龙头企业不情不愿 中小企业为了名字能写在国标上挤破头皮的场景 实在是汉的汉死 唠的唠死 再退一步说了 假如有企业打点了一下 想要绑架标准的话 那么结果也不会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降低了国家标准 为什么这么说呢 站在我们路人的视角上可能会觉得 标准低了 企业能够降低成本 岂不是能赚黑心钱了 但是标准降低是全产业的成本 而企业之间也是存在竞争的 标准降低 拉低了行业的门槛 竞争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比如要做零添加产品 龙头企业可以请食品学院的专家帮忙做产品工艺 用最好的面筋设备及工艺 甚至可以用上五菌车间 让最终产品可以做到不用防护器保存一年 虽然成本高 但是符合标准 中小企业显然是没有这个技术实力和资金实力的 做不出来就只能转行或者倒闭 所以对于龙头企业来说 股票越高越好 龙头企业通过更强的技术积累和供应量的优势 直接实现定价自由 只要人无我有就不怕价比天高 这哪里是做生意啊 明明是他本来可以直接抢劫 却还要给你塞个产品 为了防止这种极端情况的出现 国家在制定国标时还特别强调了 禁止利用标准实施 妨碍商品服务自由流通 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大企业把标准定的太高 导致垄断的发生 站在这个角度来看 负责起草的龙头企业 在整个制定国标的过程中 一来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成本 二来整顿了整个行业 将小微企业训练成了正规军 制造了竞争对手 三来还被市场误解 被黑的头顶发了 换谁谁不握火 所以说虽然海天对于公众质疑的回应 确实缺乏一个大厂的风度 但也不是单纯的过错方 不过这么一来我们往往会发现 若保护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以及防止大企业垄断的需求 市场接收度最高的国家标准 反而成为了产品生产的最低标准 而那些不被我们看好的龙头企业行业协会 反倒通过更严格的地方标准 推动食品安全的升级 难道人均活不撒吗 这个问题恐怕01年 酱油行业的大变革才能告诉我们答案 早在2001年1月 一份申请文件同时摆到了国家经贸委 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案前 广市酱油要求自立满户 多家酱油厂联合申请 对广市酱油单独设立更高的标准 将其视作广东500家酱油厂 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由于没有相应的食品标准 再加上地方酱油企业 与欧洲日本酱油企业的恶性竞争 导致一些企业用低成本的劣质酱油强占市场 在当时配置酱油几乎与毒酱油画上等号 也一度导致中国酱油遭到欧洲的封杀 直到14家酱油厂接受了欧盟代表团的抽减 第一步带有条文强制性质的酱油和食促国家标准发布 欧盟的封杀才得以结束 所以换个角度来看 参与制定标准 对于大企业的最大动力 就是做政府和采购商的业务时 能从同行的竞争中跑赢 于是为企业制定团队 地方行业等标准的代办机构 一度非常红火 这也丰富了我国多层次的标准化体系 所以对于更多的企业来说 符合国标就像10以内的加减法 而国标的标准不高 反而是给小微企业一条活路 如果连这个标准都达不到 那星刻就太黑了 那问题又来了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会不会导致中国的标准 低于其他欧美国家的标准呢 其实这种声音 我相信每个人都听过 口罩要参照欧洲的EN149 美国的NIOSH标准来选 进水器要买美国NSF认证的 空气净化器得选经过美国CADR认证的 甚至不少企业 也会以符合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标准 作为宣传点 其实早在2016年的时候 人民日报就辟谣过 比对了中外3816项消费品安全技术指标 具体而言 有2299项严于国际和国外标准 728项与国际国外一致 529项宽于国际国外 260项与国际国外存在差异 71%的指标 严于或与欧盟相关指令与协调标准一致 74%的指标 严于或与美国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一致 90%的指标 严于或与日本加拿大的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一致 甚至在国外允许用的物质 如瘦肉精 莱克多巴胺 面粉增白剂 过氧化本 甲鲜等 都是我国尽职使用的 而最近6年更是飞速感应超美 2022年5月 在标准化方面 我国家用电器 消费类电子产品等九大重点领域 主要消费品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 从2016年的81.45%上升到96.15% 这种国内比国外差的言论 其实已经没什么生存的土壤了 比较搞笑的是 现在关于标准化制定的问题 来到了企业这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前面我们也说到了 国家标准是底线 企业行业团体标准是附加体 但现在很多国人热衷的高质量博来品 其实是欧美地方标准的产物 比如消费者所推崇的 美国NIOSH口罩标准 就是团体标准而非国标 这就相当于拿一些 国外非强制的奢侈性消费品标准 和国内最基础的消费品标准来比 填济赛马的道理大家都知道 曾在13年的时候 旧媒体把某品牌婴儿米粉中的 生元素检测值 与国标的限量值做比较 甚至还混淆了每餐与每前科的含量差别 这篇报道之后 一度导致大家都以为 中外标准相达几百倍 进口食品受到追捧 而其实国际上对于食品中的 生限量就是由我国牵筹制定的 所以咱们不能拿着某几个指标 就扣上国标太低的大帽子 现在已经不是用几个数据 就能说明国后不行的年代了 甚至于一味的照超欧美标准 只会适得其反 早在10年前 SOHO的CEO潘石一指出 应该全面照办欧美的标准 实现标准现代化 直接被网友喷出墙来 因为国标所考量的东西 不仅是单纯的量的比较 还有人民的摄入习惯 虽然各国制定国标 核心都是具安全性的考虑 但是和国外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 比如食品国标制定标准的依据就是ADI 指每一千克的人体 每天最大的安全摄入量 于是考虑各国人民体制 差异不大的情况下 饮食习惯就非常关键 例如有的食品 我们既不生产也不进口 或者这种食品 我们的膳食结构中微乎其微 那制定其相应的标准的优先级 就不是最高的 而中国人的主食是大米 欧美人的主食是面粉 因此我国对大米制定的标准更加严格 再比如说 欧美国家不吃动物内脏 特别是肝脏 所以他们的收入金标准 就比中国要宽松很多 除了上述主要的原因外 人种不同也有一定的差异 比如对花生等过敏源 产生反应的白种人就比较多 而黄种人 特别是中国人 对牛奶粒乳糖过敏就特别多 因此对于郭敏源的标注 各国的要求是不一致 那我们就能给欧美扣赏 毒害人民的帽子了吗 所以 唱明君还是希望 大家看到一些神奇的观点时 多多思考一点 说到底 国标绝对意义上 没有谁好谁不好 而是适应民众的需求 所以除该那些普遍的共识外 没有最好的标准 只有最适合的标准 这期视频 唱明君没有给那些科技与 很火洗牌的意思 国标制定的过程 本就是把各个行业的标准 拿到太阳底下来批判辩论 追着企业屁股打 当其他企业可以做得更好 你不做好 下次修订标准时 你就会被淘汰掉 所以四个字总结国家标准 就是防止摆烂 同时 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国标的不足 比如 咱们有些国家标准 已经20年没更新了 而法律要求 每5年就要复合一次 确实 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比 我国标准化工作 还存在将大差距 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 标准更新速度缓慢 标零高出德美英日等 发达国家一倍以上 目前 我国共有现行有效 强制性国家标准 1975项 推荐型国家标准 34482项 总计36457项国家标准 但是这些标准中 实施周期超过20年的 占比高达三成 这其中 在1958年到1970年之间发布的 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 共有7项 这些标准的实施周期 均超过50年 涉及铁路运输行业三项 和石油化工行业四项 这都是客观存在的 但同时 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 191个中类 525个小类 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 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这意味着 咱们国标制定的工作量 也是全球最多的 所以在国标的工作上 我们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这期视频要感谢 大雷的食品科普日常张总 给我们提供的帮助 解答了我们好多问题 也感谢他为食品安全的 科普和辟谣所做的工作 我是他秘军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欢迎迎接三连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里 横温互动 最后拜托关注一下我们 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差评 我们下次再见